零四零三地震對於花蓮雅尼新城礦區也造成不少的影響 因為有大小的土石是直接滾落 讓住在山下的村民也感到相當的害怕 翠麗山坡上突然出現一塊黃土邊坡 看起來真的很突兀 上頭明顯可見大面積土石滑動 還有黃土泥沙的痕跡 上面還是有灘耶 上面還是有灘 還是石頭掉下來啊 掉下來的時候那聲音都很大聲 這裡是花蓮秀林鄉富士村 上頭土石崩落的區域是雅尼新城礦區 受到地震影響土石崩落還往上延伸 而三角下就是村落 讓村民憂心不已 開始居民都怕得要命 怕會對面那個山礦區 會整個山都碰下來 所以說第一時間他們都往台巴線跑 為什麼不敢在這邊 因為怕這個山崩了下來 一道是我們的黨骨牆 然後第二道我們還有一個緩衝的平台 然後再接著再到我們的碎石機 然後過來才是到綠袋 綠袋過了以後才到部落第一間 第一間的住家 那有七百公尺那麼多 雅尼啟動應變措施 另外在秀林鄉的和平村山區 也出現土石流 水管更被沖斷 差點發生斷水危機 你看那個水管啊 你看那個水管啊都歪掉了 太恐怖了 你看都斷掉了 水管都不見了 大小石塊幾乎把整片土地淹沒 和平村還屬於土石流淺市西流區域 因此被強制撤村 記者綜合報導